5月9日,被戏称为世界上最大的耗子,水豚,亮相珠海。 珠海长龙海洋王国的水豚妈妈,诞下四个宝宝,一家人首次集体亮相,蒙翻观众。 小水豚最常见的状态就是露出四只大板牙,不停吃吃吃,被封为新一代网红。 水豚作为正个八经的水豚科动物,给人最大的印象就是老实巴交,与世无争。 或许正因为人畜无害的性格,就连鳄鱼都愿意跟它做朋友,也因此被称为最佛系的动物。 也被戏称可能是唯一一种没有任何威胁性的佛系镊齿动物,因此成为网红。 水豚是老鼠的亲戚,也是跟松鼠是同类,拥有非常抢眼的四只大板牙,是世界上最大的镊齿动物。 一出生便拥有超过一厘米长的牙齿。 中期一生必须通过不但啃咬,磨短两对门牙,否则会造成进食和行动困难。 成年水豚的牙齿一般维持在三厘米长。 最介绍,现在四只小水豚都学会游泳,慢慢地跟妈妈学习潜水等更高级的技能。 此外,水豚还是爱干净的洁癖王,自觉选择固定地点大小便。 水豚妈妈会带着孩子们到水池排水口解决个人卫生问题,让饲养员非常省心。 感谢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